原著名語組參賽決賽七號 創作者顧清文 掌聲歡迎 顧清文 加油 основ關於來 和我們建立了 我們建立的 我們建立的 在心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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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悲傷 就要 你 我還沒 你 我的愛 這是 我 耶稣阿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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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阿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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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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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特別的品書 是一個原住民語的非常先朝的舞曲 來 我們請主唱跟創作人 好厲害喔 謝謝 你好帥喔 OK 你是創作人嗎 是 你是不是想做原住民語的羅志祥 對不對 從小就喜歡跳舞 而且你創作的歌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原住民的舞 我們以前傳統就是 比較這樣子 風年紀各樣的舞 但是你這首歌非常的新長 是 為什麼想寫這樣的歌 我想從以前就是 都很喜歡跳舞 然後部落裡面小孩也都很喜歡 跳舞唱的歌 那我想 其實部落裡面反正就是很多歡樂的歌 但是如果要 跟就是流行結合的話 可能要加一些更 更先 就是更前衛的東西在裡面 可以吸引小朋友一起來參與這樣子 意思是有一天我們可能會在電台聽到 或是在舞廳 或是在pop 或是在夜店聽到 你的原住民語的dance music 然後大家可以在那邊跳 是 而不是說在那時候是 跳著傳統的原住民的舞蹈 是不是 你是想做這樣的一個創新跟革命 對不對 對 我是想做結合 就是說 把傳統跟流行做一個結合 讓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 比較容易去接納我們傳統的東西 然後繼續的把它流傳下去 我真的就不知道評審的口味 因為今天我們顯然在原住民組 聽到非常多是鼓調的 或是傳統 或是原住民舞奔 就是比較熟悉的那種東西 但也有很多人做了創新 但你這個創新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謝謝 那當然就是看 我們評審怎麼樣做抉擇 但我覺得觀眾是很喜歡的 就是唱好不好 好 請分開 你寫了多少這樣的歌了 這首歌是今年第一首 第一首還會再寫嗎 會 我期待你好不好 加油 謝謝 歡迎下一組 謝謝朋友 謝謝朋友